人東昆時 馬祖海 驚人 戴一件墨鏡深情演唱 他是市場歌手徐晨邦 近日他抽中台彩第五屆公益彩券 經銷商臨選資格 卻指控題目對市場人士不友善 那個印章題我就沒有辦法 然後那個有兩題的視覺題 我盲人朋友遇到這個問 遇到這一題 可能也是沒有辦法作答就放棄 根據台彩官網 這屆出題要看圖片中的文字 選擇對應中獎金額作答 不過台彩只能提供考題語音播報 最關鍵的圖片無法輔助判讀 還有另一題則是要拿起 賓果符號印章 在空白處蓋章 讓他難以作答 我們事前也不知道 這個印章比較大顆的是什麼 開始的時候覺得滿受傷的 然後也覺得很不開心 當下徐先生向監考人員反映 想透過觸摸印章判讀 卻也被拒絕表示一切照規定 事後他將經過PO上網反映 國家考試都是有兩種選擇方式 但是台彩連唯一的考試方式 都不友善對待市場朋友 算是同期身邊市場親友 遇到類似狀況 至少10人 對此台彩回覆 考題是為了確保財券經銷商 具備工作能力 且能親自在場銷售 現在也開放受試者 自備相關工具 行動電話輔助 不過徐先生也反駁相關規則 是經過反映後才公告 恐怕已經損害參與者的權利 這連正點完一題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好的 fueron